我看到七八四狗向着我跑过来 我赶快呵斥它 你要做什么 然后我手握了拳头 狗就没有动 但是它继续吠 吠吠吠吠 但是我没有动它 就有点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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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推后以后 我就赶快转身往下面跑 近期国立政治大学频频传出 校园流浪狗攻击人的事件 不少学生夜间行进山边校区时 被多只浪犬无预警的吠叫追逐 因此产生心理恐慌 而流浪犬该如何处置 也再次成为校园内的讨论焦点 我们就请那个派出所的警察 还有其实动物保护处 他也有派人进来 当场对那个小伤人的那只狗 已经有做出击了 然而即使将犬只移出校园 还是会有新的流浪狗不断进驻 无法长期根治流浪动物问题 针对具有追车凶人等潜力的流浪犬 辅人大学关怀流浪动物志工团队 选择新建犬舍 集中管理较有攻击性的犬只 如果说有狗有一些偏大行为 就像刚刚说的可能追车 或者是咬伤人或者是凶人 在前几年这段时间的话 就是会麻烦带到狗舍里面 将流浪犬集中到犬舍管理 除了避免流浪犬影响校园安全 社员及志工也会满足犬只的胜利需求 针对特殊状况给予照护 里面有一些老年的犬 或者是有受伤的犬只需要吃药 那我们也会在那个时间做回药的工作 除了照顾校园流浪犬 辅大的志工团同时积极推行 浪犬送养计划 而民间动保团体也积极实施TNR方案 捕捉流浪动物后进行劫渣 最后放回捕捉地 希望有效减少流浪动物数量 大学校园属于开放空间 流浪动物进出的情形自然难以避免 在降低浪犬数量的同时 要如何与已经生活在校内的流浪动物共处 便成为校园的重要课题 记者肖家宜 徐家瑜综合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